嗨大家好,我是非常之后,总有朋友问我爱琴,为什么我奥米拉串等等这些胃药吃上去的时候挺有效果的,但是吃几天之后,这个效果就不是说特别明显了,或者直接就没效果了,这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?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详细给大家谈一下这个问题,那么这个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所导致,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个病因没有消除,我之前谈过很多次了,我们对于一个未病的治疗主要就是一个因病失治,对症治疗,说白了就是治病一定要求根, 你搞不清楚这个病因,这个病因没有消除,你吃药说白了就是在这里空浪费时间,就和这些情况一样,就是你吃了药,吃了几天可能有效果,但是过两天这个效果就不是说特别明显了,就这个原因所导致的,那么这些病因到底是什么原因所导致呢? 这些病因呢?比如说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,比如说抽烟,喝酒,或者是作息不规律,饮食不规律,或者说白了,饮食这方面吃了这个刺激性的物质,这过酸过甜过辣的,过度油腻的东西,该吃吃该喝喝,这边吃的药,感觉症状解禁了,这边吃的药,吃饭的各方面,喝酒的这方面都不注意了,那您觉得就是说,吃药它可能有效果吗? 它症状不加动就已经够好了,说白了,它就和一艘船一样,这艘船下面它有一个漏洞,有一个破洞,你不是堵这个漏口,你仅仅就是说给这船上加一水泵往外得抽水,而是,你抽水的时候可能前几天挺有效果的,这水抽下来了,但是这个洞你也不去堵,这个洞它慢慢的扩大,就和你这个病因没有消除,你这个洞就相当于这个病因,这个病因没有消除, 你这个洞慢慢的扩大,你觉得进水量会不会越大,你这个抽水泵它再好,它也有抽水的这个上进的,那么你觉得最终会不会导致,就是说这个抽水没有效果,这个船里面的水继续增多,那说白了就是这样子,你的这个饮食不注意,你的这个生活方式不注意,你该重新,该喝酒,你这样继续下去,你的这个病不加动就够好的,别说这药没效果, 这药你不可能永远往上加了,就和这水泵,它的功率再大,它也是有上限的,那药它这个,药物它使用剂量也是有上限的,你把这个上限一旦超过,那可能就必大于利了,说白了就是副作用可能就得出来了,所以说我们药物在不能逐渐增加的这个情况下,你的这个病因在逐渐的低, 就是说逐渐的低增,逐渐的增加,你觉得你这个药,不说没效果,它不加动就够好了,那么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呢,就是药不对症,很多人啊,就是说固定的一种药,一吃,它就不带换的,说白了就是说,它上次这病出来了,我吃这药有效果,我这次还吃, 但是,你要记住,同一个症状,它不一定是同一个疾病所导致,就拿腹脏来说,那么当然了,最常见的腹脏的原因,就是这个消化不良,但是有一些原因也会引起腹脏啊,例如说,这个,我们就是说,胃里面有这个胃溃疡,胃迷了,引起了这个胃呢,谁肿了,说白了就和,我之前举了一个比方,就是你这个手啊,比如说你肿了,那么你手肿了的时候,你手握拳头的时候,是不是感觉握不匀是,那胃它要肿的话,它主动能力就 会下降,它消化能力也会下降,啊,那么,再加上就是说,这个,啊,还有一些原因,就是说,例如说,这个幽门耿主,啊,实际上昆扬了,或者幽门,这边也会溃扬了,这幽门呢,这个东西过不去了,啊,过不去之后呢,那你吃进了东西,或者就是胃里面胃酸的各个东西,它就在胃里面呆着,那你觉得这时候会不会胃脏,啊,那么还有一些原因,就是说,例如说,啊,这个胆生反流,啊,胆生反流,啊,这个胆生呢,大量的进入胃内,对胃造成一个刺激,引起这个腹脏,甚至有时感觉 因为胃量,口苦,等等这些情况,那么这个时候,你用药就不能固定一种药去用了,啊,那么当然就是说,例如消化不良,最常见的原因,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,啊,就是这个,普通的就是腹脏,啊,胃肠动力差,消化能力进行做,那么这时候,啊,你就,我之前说过,啊,你这时候仅仅吃药没拉热,啊,吃这拉热的用药,易酸药,你觉得有效果吗,啊,胃酸是干嘛的,胃酸是帮助你消化用的,那么你这时候,仅仅去把胃酸给抑制掉,你的消化不良能不加动,就算, 不错了,啊,当然了,如果,啊,就是说,啊,我只,有人听了,就是说,啊,你说了,这个腹脏不用用这个,啊,拉热这一类的易酸药,但是,你要记住,不用这个药,它也不一定对,就是说,例如说你这个病因是什么,啊,它病因就是说,啊,胃里面有胃溃疡,胃水肿,啊,或者就是说,说白了,这个,右门这边,哎呦,溃疡,啊,这个右门变形,啊,过不去了,那你这时候强行的增加动力会怎样,啊,去增加这个,啊,胃肠动力药,啊,使用那些, 加强动力的药物,你强行的把,往下压,但是这个胃呢,它下面堵着了,过不去,有的时候甚至可能还会加重你腹痛,啊,等等,跟这种,有的时候甚至吐出来了,因为下面过不去了,那肯定从上面出来的,或者就有的人呢,什么情况了,就说白了,他说这个胃呢,它里面有溃疡,它这个溃疡,它有的特别深,你强行的,盲目的去加强动力的时候,会怎样, 会不会导致溃疡的一个加重,甚至,有的时候,就和轮胎上,它鼓胎了,啊,那么你这个胎上,它鼓的那个臂特别薄,那么你强行的去捏它,那么这个臂,它有没有可能爆了,啊,那就有可能爆胎了,说白了,胃也这样子了,如果这个溃疡,特别深,你强行的加强动力,它有可能就会导致,这个胃溃疡的一个穿孔, 所以说,就拿腹脏这种简单的一个症状来说,它都有可能很多种原因所导致,那你觉得就是说,呃,仅仅呢,就是轻松,啊,简单的用一种药,啊,这个,通吃一个疾病,通吃一个症状,可能嘛,所以说,我们治病一定要搞清楚病,如果你用药没有效果的时候,最好去医院,做一个检查,搞清楚是什么原因,所导致你这个疾病,然后再去用药,对症用药, 很重要,你一定要记住这点,如果不对症用药,不加重你的症状,就算不错了,啊,所以说,不要就是说,啊,你这个药吃也没效果,啊,换来换去了,也不去搞清楚原因,其实,这时候,只在浪费钱,浪费时间,做无用功罢了,那么第三个问题,就是这个疗程不足,很多朋友呢,吃药,它就是三天打鱼,两天再往呢,啊,它,其实对于一个疾病的治疗呢,我们这个治疗,它都有一个治疗周期的,啊, 那么有些人就说,哎,吃两天,哎,有效果了,哎,把药给停了,哎,导致这个药物呢,它药物浓度,在体内依然达不到一定水平,从而影响了这个治疗的效果,说白了就是和,我刚才说那个,船呢,它下面肉一动,啊,那你,那你就是说,啊,拿水泵往外抽一抽,嗯,哎,这水下降了,哎,把水泵关了嘛,省点电, 那你觉得有用嘛,啊,你,你这边就是说,啊,这水抽两天,停两天,抽两天,停两天,你那水,它能下得去,水位能下得越来越怪嘛,那就说白了,你就算把这个洞给堵住了,你也得把水给抽出来啊,所以说,我们对于一个疾病的治疗,它都是有一个周期, 所限定的,那么,例如,就是说,最常见的这种,啊,幽门楼管菌的杀菌,它治疗周期呢,一般是需要十到十四天的这个,四年用药,那么,它里面因为有这个抗荣素的一个存在,很多人呢,就是说,啊,吃两天,停两天,吃两天,停两天,那么,你这样,导致药物浓度达不到,就非常容易引起,你胃里面的这个,幽门楼管菌,对于,这个,药物,耐药了,那么,下次再用这药,就不说下次了,你这次, 停两天,你再用那药,可能这药,它就没效果了,它已经知道你套路了,啊,这药,它有什么效果,啊,我记住它了,我下次,下次,它再来,我知道怎么对付它了,我知道怎么藏它了,哎,这抗素,可能就没效果了,所以说,吃药,千万不要,两天打鱼,哎,三天塞网的,啊,其实就是说,一定要一鼓作气,就拿幽门楼管菌,杀菌这个,我刚才说了,需要十到十四天,如果没有过大的一个反应的话,能坚持吃够,十四天的整疗整,是十分,十分, 有意义的,那么,还有呢,就是说,例如说,这个胃溃疡,啊,十二种溃疡,他们的治疗周期,也是不一样的,啊,例如说,这个,十二种溃疡呢,他的这个治疗周期,是需要六周左右,那么,这个胃溃疡,他的治疗周期,呢,是需要八周,啊,那么,你一些比较轻度的,这个胃的一些糜了,啊,那么,起码得两周以上的一个治疗周期,那么,如果,为什么反流病,他的治疗周期,需要 两到三个月,那你觉得,就是说,大部分人可能就没达到这个治疗周期,那么,很多人可能就说,啊,我吃两天药,哎,有效果了,哎,就要停了,而且这个问题,我在日常治疗中,见过很多人会犯这种错误的,所以说,对于一个药物的治疗,这方面,很多人,嗯,是,我们说过很多次了,就是说,哎,胃肠道疾病,他的关键在于三分之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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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之 七分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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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分 我们用药效果不好, 效果差, 主要就是这三方面原因所导致的, 那么谢谢大家观看, 再见。